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港目前有应用无人机在表演和竞技方面 但是有业界认为无人机应用限制太多 有议员就建议政府修例配合低空经济的发展 这班学生这日来到操场参加由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 举办的无人机足球训组会在大约7年前开始推广无人机运动 至今协助超过60间中小学进行训练 立法会2月讨论推动发展低空经济 政府说鼓励物流业善用科技广泛使用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但有无人机还会认为现时香港应用无人机有太多限制 我们就说物流运输这样 其实正常来说我们如果是搭中一个无人机 重量如果是超过25公斤 已经是超过了法定的要求 通常这两个机中我们需要长距离去飞行 如果去到长距离飞行的话 正常来说我们需要有人全程目视的形式去观察着 很难去几公里远的位置里面 找不同的人持续去观察着 内地瑞伊发展低空经济 包括用无人机运货载人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要急起直追 一些用无人机去送外卖 其实可以将运输的时间缩短很多 令到食物送到来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更加新鲜 所以其实外卖用无人机 其实应该在香港都很有发展的空间 在深圳都已经有很多观光旅游路线在试飞 预计在今年之内就已经可以营业再客了 他建议令设法例规管自主式无人机飞行 和重新规划禁飞区 协助低空经济的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黄海澄报导 先有时一会儿 稍后回来回到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警方瓦解12个行骗集团 包括网上求职骗案 网救、网联和电话骗案 拉在114人 涉款大约是7千多万 被捕的82男、32女 分别报清无业、司机、侍应和家庭主妇等等 涉及73宗骗案 有163个受害人 包括学生、工程师和专业人士 损失最大的一宗达到517万 有3成的受害人是网上求职受骗 警方说今年3月到5月接获市民报案 有骗徒在社交媒体刊登招聘广告 我称是本地知名拥有多间分店的 连锁餐饮集团、烘焙店、卡拉OK等的经理 受害人联络骗徒求职的时候 要付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行政费 或者是职位保证金 受害人付了钱之后 骗徒就会失联 立法会审议建造业付款保障条例总案 规定付款方如果未能够在限期前 还清拖欠的款项 申索方有权停工 多个议员关注 如何保障工友的合法权益 如果真的要停工的话 工友是不是都应该有粮出 去令到欠款方 就是上家承担多些责任 其实他要去停工或者去减晚工作之前 至少有五天要通知上家 和业主 对于工程来说 业主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如果工程是重要的 他会加入的 会令到尽快处理到负款的情况 争议的问题 希望不会令到整个工程有一二五或者影响 有审财金额你都不批 对方答应了给 正式按住的申索 答应了给 但是又不给 未进入审财的 其实都可以停工 但这里其实给五天的通知就可以了 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来的 但既然这么简单 我们一定要有哲有道的去使用 转太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中 五收市部 18,021点 跌313点 总成交之过550亿 看下最会有港股 腾讯跌7.4 营赋基金跌3.3先 3.4先 美团跌4.9 恒生中国企业跌1.3.4 中海游跌9.5 阿里巴巴跌4 南方恒生科技跌7.2 公行跌4先 建行跌4先 双汤升1先 看其他主要南奏表现 汇控跌3毫 有邦跌5先 中移动跌5毫 港交所跌6元 煤气跌1毫3先 人民币贵台最会有港股 以人民币计价 联想集团跌2先 腾讯跌6元 港交所跌4.6 美团跌3.9 平保跌6毫半 阿里巴巴跌1个2毫半 中银香港跌3毫 上汤跌1先 华润啤酒跌1毫 北道集团跌1个6毫半 恒生科技指数跌80点 报3686点 转贪内地股市 上海A股跌12点 上证综合指数跌11点 深圳A股跌5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36点 各位我是彭建华 警方瓦解12个行骗集团 包括网上求职骗案 网救 网恋 和电话骗案 拘捕114人 涉款第7千多万 被捕的82男32女 分别报清无业 司机 侍应 和家庭主婦等 涉及73宗骗案 163个受害人 有学生 工程师和专业人士 损失最大几宗达到517万 三成受害人网上求职受骗 警方说 今年3至5月 接获市民报案 有骗徒在社交媒体刊登招聘广告 俄称为本地知名 拥有多间分店的连锁 餐饮集团 烘焙店 卡拉OK等经理 受害人联络骗徒求职时候 要给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 行政费或者职位保证金 受害人付钱之后 骗徒就会失劣 政府建议修订保护海港条例 强化规管大型填海 并为涉及填海的小型海港 改善项目拆墙松绑 条例回归前已经定立 需要证明有凌价性公众需要 否则为港内不可以填海 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建议定定规范大型填海机制 填海卓议人需要以备填海 是否符合凌价性公众需要测试 以推翻不可填海的推定 副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考虑同决定 发展局又建议 容许符合条件下 可以填海进行改善海港工程 包括填海面积不得超过0.8公顷 并符合指定的类别 例如海滨长廊 行人板道 和单车径等的设施 局方下星期三会咨询海滨事务委员会 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草案 立法会审议建造业付款保障条例总案 规定付款方 如果未能在限期之前 付清拖欠的款项 申索方有权停工 多个议员关注 如何保障工友的合法权益 如果真的要停工的话 那些工友是否都应该有粮出 去令到欠款方 就是上家承担多些责任 其实他要去停工 或者去减晚工作 之前至少有五天 要通知上家和业主 对工程来说 业主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如果是工程重要 他会加入 会令到尽快处理付款的争议问题 希望不会令到整个工程 有一二五或者影响 停工程序是很长的 又要付款通知 付款回应 接着还要谈一轮 接着还要进入审裁阶段 可能要搞半年或以上 是不是可以是一个 比较早一点的阶段 就容许那些收不到钱的承建商 停工或者减晚工作呢 有审裁金額 你都不批 对方答应了给 正式按住的申索 答应了给 但是又不批 未进入审裁的 其实都可以停工 但是这里其实给五日的通知就可以了 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来的 但是既然这么简单 我们一定要有哲有道去使用 转体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18,021点跌313点 半日总成交550亿 再会要讲过中午收市格 腾讯控股跌7.4 盈富基金跌3.4 美团跌4.9 恒生中国企业跌1.3.4 中国海洋石油跌9.5 阿里巴巴跌4.0 南方恒生科技跌7.2 工商银行跌4.0 建设银行跌4.0 商汤升1.0 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福控股跌3.0 有帮保险跌5.0 中移动跌5.0 港交所跌6.0 煤气跌3.0 恒生科技指数3686点 内地股市 上海A股跌12点 上证组合指数跌11点 深圳A股跌5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36点 其他消息 深中通道设有通往广州南沙的支路 预计在年底开通 有物流要隔就相信 到时将会降低公共货品运输成本 驻广州记者陈卓康了解过 由中山晚安倒望出去 除了见到深中通道的中山大桥 还有兴建的广州南沙全民文化体育中心 可以容纳6万人的体育场 是明年全运会的主要场地之一 深中通道在珠江西岸呈歪形走线 深圳至中山的主线预计在今个月底通车 至于通往南沙的分支 当局说南沙和中山的南中高速 曼庆沙一段的道路工程仍然进行着 预计在年底开通 到时无逢连接深中通道 又在南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负责人说 届时南沙和深圳之间的车程将会缩短至20分钟 大幅降低公港货物的运输成本 对于我们做国际物流公司来说 时间对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 产品正要从欧洲从美国是发到蓝沙的 然后我们按照订单的需求 每天将货发到冻品或者薯条 或者我们在谈的冻肉 发到香港或者澳门去 深中通道能够顺利通车的话 对降低成本 对香港物流的支持和降低的事效 降低成本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深中通道兴建初期 曾经有意见说大桥落成之后 超大型货轮难以通过 限制了南沙货运码头的长远发展 但是叶介华不担心 深中通道的桥量很高 270米最高点 跟现在最大的商船来说 还有170米的静空 所以即使未来20年 我自己认为都不可能 有船入不了南沙 因为南沙有很大的物流用地 它比深圳来说更加适合去做 在这方面的发展 因为你看看盐田好 基本上这个地方可以发展 蛇口也都将用地改为了商业用地 变成南沙的位置会更加重要 南沙港这里 现时每日有大批国产新能源车 准备装商运去中东 南美、非洲等地 物流业界相信 深中通道开通之后 将会进一步带动汽车出口的业务 无线电视驻广州记者 陈聪康报道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从青海省转到宁夏银村继续考察 说民族团结非常重要 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 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三下午到宁夏银村是一个社区考察 社区内有多民族聚居 习近平说 民族团结非常重要 56个民族也好像石楼子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 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 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奋斗 一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社区住了大约18,000人 当中辉、满、蒙、藏等小数民族居民近7,000人 占居民总数大约3,8 习近平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了解辩民、为民服务 和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等情况 和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交流 习近平说 社区为老百姓服务最直接 做好社区工作 首先要将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 同时要有一支热心服务 持续稳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 习近平同日上午在青海省 聘取省委和政府工作报告 肯定当地工作取得的成绩 习近平指出要因地制宜 改造传统产业 擴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 民众生活方面 农牧民增加收入是重点之一 要落实防止反频监测、帮扶机制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频 又提到青海省是国内少数民族 分布集中的省份 要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特别是对宗教活动场所 无线电视机者、李澤浩报道 内地正如意发展低空经济 本港目前有应用在表演和竞技方面 政府说本港有发展的空间 不过有一些难处要克服 实际需要面对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本港近年经常都会用无人机 制作表演之用吸引市民和旅客 另外亦都会应用在楼宇陷策 以至一些的竞技项目 不过相对内地大力发展低空经济 例如用无人机送货甚至载人 有议员认为香港需要急起直追 不过政府就指出 由于香港的高楼大厦多 涉及安全的问题 需要研究如何克服这些难处 这班学生在这日放学之后 来到操场进行无人机足球的训练 串联之后可不可以向右 和飞 直行转右 向前 在那之后当作几个路 周慧杰是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主席 总会在大约七年前 开始推广无人机运动 至今协助超过六十间中小学进行训练 他说现在一共有三类无人机运动 竞速无人机比赛 大家肌手戴一副眼镜 然后逗快去指定目标穿过障碍 第二就是无人机足球 这个也是我们亚洲区很大力推行的 意思就是以对制形式 无人机里面有个保护交学 大家互相去比拼穿过对方落门 而第三 多数都是比较交易官员里面 大家够快去不同的地点 拿个定向去做 竞速无人机和无人机足球 已经获得国际奥委会的认可 并纳入前年世运会的比赛项目 在明年举行的第十五届全运会 亦都会有相关的比赛 但周慧杰指出 无人机运动在香港的发展 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在推广上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要面对一个叫空域问题 还有第二件事 亦都是地方比较狭窄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要很依赖 亦都跟很多学校 甚至跟地方的地区民政 一起看看没有什么 涉及的地方 能够普及这个运动 要很多游说工作 被人认识 无人机运动 和现在强调的私隐 甚至乎航拍的活动 其实是完全两麻子的事 他又相信推广无人机运动 可以有助本港发展低空经济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最贴地 无人机运动 是能够很快给到同学 或者新一代 接触到无人机是什么 起码他们有机会接触 才能够选择 再去先讲是否将来去科研 甚至乎能够参与到无人机的运作 我觉得无人机运动 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无人机其实是由零开始 又可以自己一手一脚 做装部机 低空经济是只在垂直高度 一千米以下 根据实际需要延伸 去到不超过三千米的低空空域 利用有人驾驶 或无人驾驶的航空器 所带动的新型经济 近年内地瑞尔发展低空经济 由外送餐饮去到速递配送 都可以见到无人机的踪影 今年2月立法会辩论有关 推动发展低空经济 政府说鼓励物流业 善用科技 广泛使用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无人机总会认为 现在香港应用无人机有太多限制 我们就说物流运输 其实正常来说 我们如果搭中一个无人机 重量如果是超过25公斤 已经是超过了法定的要求 通常这两个机种 我们需要长距离去飞行 如果去到长距离去飞行的话 正常来说我们需要有人 全程目视的形式去观察 市民如果要飞几公里远的话 你很难去几公里远的位置里面 找不同的人 持续去观察 看着飞机 这件事也是业界的痛点 他建议政府考虑协调各部门的合作 加快发展低空经济 往往关于这些法例的发展 不是光是一两个部门要做 现在就像我们说 无人机的表演为例 在海面上去进行飞行 我们要和不同的政府部门 看看我们会否有影响到 他们的空域 电信的要求等等 如果去到了跨地域的进行飞行 可能不同地方的空域使用 他们的法例、法规 大家注册的标准其实都不一样 测量业界也会经常使用无人机技术 无人机在测量界使用 暂时来说最主要是用在做爱情的测检 而无人机它本身是有物联网的功能 可以和其他的软件延伸 可以再做一些关系 利用一些大数据 其实做一些报告 在现在香港来说 逐渐越来越多一些 多过50年的旧楼 需要即时做一些维修 可以迅速地规划一个维修项目 从而可以减省到我们的运作成本 黄涌成建议政府先建设无人机交通管制系统 期望可以更加有系统地进行管理 因为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飞行器 其实是会和一个直升机 或者可能甚至有一些小型的飞机 是飞行的区域就会重叠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一个无人机的低空空域的交通管制系统 从而可以确保到在低空空域飞行的时候 不会和其他的飞行器或者其他的使用者是有一个冲突的 但是这个低空空域的交通管制系统 暂时来说在全球性暂时发展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需要有待一些创科的人士 可以希望他们就可以达到一个 可以制造到一个完善的低空空域系统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列为策略性分兴产业 深圳在今年2月推出全国首部低空经济法规 要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 由立法会议员就指出低空经济在内地城市的发展已经很成熟 好像深圳现在都已经开始做了 一些用无人机去送外卖 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将那个运输的时间缩短很多 令到那些食物送到来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更加新鲜 所以其实外卖用这个无人机应该在香港都很有发展的空间 在深圳都已经有很多的观光旅游路线在市飞 预计在今年之内就已经可以营业再客 在空中旅游飞10分钟可能就收二三百元人民币 他自称内地对于载人无人机的规管严格 认为无人机的技术和设计已经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他要在出厂的时候拿到一个出厂的认证 就是说那个型号本身它的设计 它的组装它的生产都要符合一定的要求和标准 第二就是你的是非的认证 营运商就负责去设计那个航道 还有输入比如这个飞行的程式 维修保养的机 我自己亲身都坐过无人机升空的 现在那些无人机的设计都是越来越安全 很多无人机都安装了降落散 万一有些什么事故发生 其实都比较安全地可以降落 行政长官李家超这个月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 葛佩帆也都有提到发展低空经济 特首当时说低空经济有发展空间 但有一些难处要克服 例如香港很密集 高楼大厦多 低空无人机飞行要考虑安全性 航线的安排 以至相关的配套 葛佩帆期望将来可以修例配合低空经济的发展 我希望未来会有另外一个法例 是去规管自主式的无人机的飞行 就是用程式控制的无人机的飞行 比现在法例是完全不同 其实禁区区我相信是要重新去规划的 因为看回内地的实施 就会见到其实他们都会 做一套低空空域管制的一个系统 我们香港未来都需要有这些低空空域管制的平台 去做这些监管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脑子